想是海州人 在此地发展肯定是如意得水吧 我的历史 说来话长 我父亲是个作家 在十八岁的时候 就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 不幸的是 不久就被打成了右派 从北京发落到了海州 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海州 远没有现在这么繁华 而我母亲是一个 欲满江南的乐剧名单 她一定长得很漂亮 就是因为她的漂亮 招惹了诸多的麻烦 漂亮女人总是会遇到麻烦 那个时候 母亲已经离开了上海 到了父亲的身边 父亲在农场监督劳动 骚扰母亲的人就多了 就没有遇到过什么好人吗 你说什么是好人 能够真心帮你的人 要这么说的话 应该有一个 她当时是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给我母亲 很多的帮助 但是这种援助 是有附加条件的 你母亲 肯定是至死不从 这也很难讲 当一个人的生存 成了头等大事的时候 我想通常是会屈从的 后来这个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就成了我的继父 从我继世起 关于这件事情 有很多的传说 最有权威的版本就是 英雄落难 美人有情 说我继父 在文革初期被打倒 发配到海州监督劳动 与我母亲在苦难中 相遇相知 直到相爱 结为患难夫妻 后来我的继父又官复原职 身居高位 而我母亲 却断然地离开了她 带着我远嫁香港 再次落下了 水性洋化的骂名 父亲 什么时候走的 在我十个月的时候 父亲临终的时候 跟母亲说 不管儿子将来干什么 做个手艺人也好 就是不要当文人 所以董事长 选择了学理功课 你根本不能想象 我在那样一个高干的继父家里 是怎么肚子的 怎么打你 我继父作为出身豪门的 进步学生领袖 一个高级干部 他怎么会亲手打人呢 但是那种深入到骨髓的歧视 那种精神摧残 是难以想象的 那是一种超越了阶级仇恨的蔑视 没想到董事长和汪总在这儿谈工作 刘总 可以吗 董事长痛说革命家屎 感人至深啊 我追随您这么多年 可从来没听你说过 来 服务员 点一曲乐剧梁柱 对不起 小姐 乐队不会演奏 拿去 看他们会不会 谢谢 你们不知道 这些人都是专业团体的艺术家 为了挣口饭吃 不惜到各种娱乐场所来屈尊卖艺 除了故作清高 他们什么不会 听说董事长亲自为汪总开车门 这些海州 这些海州可是一大新闻呢 要是让那些小伴记者们知道了 还不成为海州人民 差一饭后的上等佐料 对了 对了 我最近呢 听了一个新的笑话 是外国的 说 如果一位先生 给自己的太太开车门 那就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 车是新的 另外一种呢 是太太是新的 喝好了吗 喝好了 那就请你离开 凭什么让我走 你要是不离开 我和汪总马上就走 好 好 我走 其实刘总和我们一起谈 也能谈得很好 想加入可以 但是途径错了 我是不会向任何压力低头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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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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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